到場的來關心我們幼兒教育的貝鴻泰委員 王玉銘委員 柯智恩委員 還有我們的家長以及在場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 我想前幾天大家都看到了一個新聞事件 就是我們台北市有個幼兒園和家庭幼兒園的分校 發生了這個學生違法超收的事情 然後市府去稽查的時候呢 還有一個消失的密室 裡面藏了幾十個幼兒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當然就是要躲避稽查 就是要避免被查到說這個幼兒園超收 當然這個事件發生之後呢 市政府可以去做罰款 可是我們今天卻凸顯了一個很無奈 很荒謬的事實就是 我們的家長知道了這個幼兒園違法超收 而且還有很多事情不願意公開 那麼照說應該要去唾棄這樣的一個幼兒園才對 可是卻發現這不是個案 這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也就是我們的家長想要進公立幼兒園 但是公立幼兒園名額太少了抽不到 很無奈只好付出每個月一兩萬塊的學費 去就讀家裡附近的私立幼兒園 但是現在發現這個私立幼兒園有問題了 想要換到一間 卻發現天下烏鴉一般黑 大家都差不多這樣子 不得已 只好孩子繼續留在那裡 這樣的一個情況真的讓我們這些年輕的父母很無奈 很焦慮 我們的幼兒到底要怎樣才能有一個符合標準 符合安全一個適合他們學習的環境 在這邊我們要跟政府呼籲的是 許多歐美先進國家甚至像中南美洲的國家 他們認為幼兒學前教育是公共事業公共服務的一環 所以應該是由政府國家提供優質而且廉價的幼兒教育環境 讓我們每個學齡前的孩童都可以接受這樣的一個教育 讓我們的家長可以放心 可是在我們台灣幼兒教育彷彿是個別家庭的需求 所以呢我們目前的統計資料是 只有大概接近30%的孩童可以接受公立幼兒教育服務 但是有70%左右的學齡前孩童 他們只能去念私立幼兒園 而這些私立幼兒園在今天凸顯出來的問題就是 他們是用商業經營的思維來經營幼兒園 因此你可以看到的是 明明念的是何家人幼兒園 但是事情爆發了以後才發現說 在那個地方有兩間幼兒園 而且都不叫何家人 這樣的一個商業經營的思維 來作為我們的一個幼兒教育 提供我們幼兒教育的一個環境的話 想當然而超收或者是有一些不得公開的 或者是違法教學的事件絕對會不斷的在發生 所以今天我們除了家長來献身說法以外 我們還有幾位關心我們幼兒教育的委員 也來聲援我們 希望我們的幼兒教育會更好 那我想接下來我是不是就先請我們的家長 來說說他們的一個感想與訴求 請 請 我們可不可以請你家長坐坐 坐 好 可以嗎 來 可以嗎 來來來來 不要動 請 你待會換回來 好 好 還有禮仔 看看 誒 誒 誒 那不好意思各位大家好 那我是這次幼幼班某位學生的家長 那我想說的是 在我們這些受害學童受害家長的情況 是說每當機場來的時候 我們這些所謂的黑戶 在本次事件中高達大約有60幾人 都必須被要求藏匿在一個違章建築裡 而且是極為狹小沒有相關安全措施的狹小洪建禮 我想問的是 這樣子學童他的人身安全 他的其他保障權益 完全受不到任何的法律上或規範上的保障 這是我們對於未來騷子化的主人翁 該有的保障跟規範嗎 那另外一點要提到的是像昨天 昨日已經有媽媽跟其他家長們 向原方、校方要求相關的保險資訊 就我們所知 法國有規定 用救保的話必須去納保學生保險 這是團體保險部分 那校方在這黑部的部分聲稱他們有去納保 卻提不出詳細的相關資訊 昨天家長去要的一張AFO的所謂校方的相關資訊 這樣面臨保費、保額、投保日期、保障權益 全都沒有 就想這樣敷衍了事 然後我們卻沒有任何的法規跟規範 可以去強制要求他提出來 被保險人無法去了解保險相關資訊 跟自己的權益 這實在是一件很荒謬的事情 各位大家好 我是中班的家長 那其實我必須跟各位報告是 我們所就讀的這個分校過去到現在其實是 這樣可以嗎?不好意思 我是中班的家長 那我們這個學校其實過去並沒有在教育局的網站上 我很認真去查 並沒有過超收的紀錄 而這次會超收是因為我們一群家長 發現狀況不對 孩子常常躲貓貓 然後失聲品不對 然後曾經有22個小孩塞在16個小孩的娃娃車 我們覺得這學校有一些狀況 所以我們去像柯南一樣 自己爬法規 自己修正 去諮詢教育局的人 去諮詢很多人 我們去搜證然後去檢舉 檢舉了之後教育局來查 我們還自己要待記者 我們才發現說原來應該只能收入22個人的學校 塞了124個人 而且有一半像優優班 小班都是幽靈班 是黑戶 那至今總公司沒有人出來出面 那我坦白說我今天會站出來 不是為了我們這個班 或這個學校 我們是覺得這是冰山一角 因為他一年收了60幾個學生 超收的學費 你們算一算 陳法很好的話 乘以1萬7平均台下的註冊費跟學費 他們超收的金額總公司會不知道嗎 所以總公司一定知道 他所有的連鎖分校 大概超收了多少學生 但是家長是不知道的 如果家長今天打電話去問 他有學保 代表他的學校沒有超收 因為他的同學 他小孩的同學 可能是沒有團保的黑服 那我覺得 然後我也必須跟各位分享 我們那時候去反應的時候 教育局說 你們事前怎麼沒有多打聽 很多私校的問題很多 我說我怎麼打聽 我也很認真 但是我爬文 我跟我老公事前爬文沒有爬到 我們四周圍打聽沒有打聽到 然後我們去做申訴的時候 幼稚園說 你不知道嗎 媽媽這是私校的常態 那我就真的更意外了 他說 然後有朋友說 為什麼你不去念公佑 不好意思 公佑抽不到 我們不是不願意抽公佑 我們也很願意 公佑比較便宜 保障比較好 師生比都合格 所以今天家長其實是不知道 教育局查不到 違規抓不到 罰金很低 也罰不到 好 如果以我們這個分校兩個幼稚園 一千多萬 他如果一次執法 六千到三萬 你覺得划不划算 那我自己很懇敬的是 我們今天站出來不是為了 何家人三名分校 我們為的是全台灣私校 希望家長能夠去關心 也希望教育局或民意代表 能夠關心我們的孩子 你要加強你的計查能力 為什麼你每次都查不到 然後要到我們檢局了 然後也很感謝啦 終於拍到 原原不絕小孩從那個違章建築裡面流出來 而且都是兩三歲 包著尿布 不大會講話的小孩子 那我其實希望有一個懇求是 你們覺得應該要通明話的話 你要在校門口張貼 我這個幼稚園 我是什麼幼稚園 我只能收幾個班 幾個學生 不然家長 他一直在超售學生 家長不會知道 尤其我們從幼幼班讀起 我怎麼知道學校一直在超售學生 還有一個 如果他今天違規 請貼在門口 讓家長知道 哦 原人他是違規 我可以選擇 我要不要留 或者我可以去跟學校一起努力 把這個東西改善 不然的話 我懇求的希望 不要發生一個 一場大意外 一場大火 燒死了六七十個孩子 大家才來做改善 我覺得這是很悲哀的 謝謝 好 謝謝我們的家長 願意挺身出來 為我們的幼兒教育環境來發聲 那接下來 我們全教總有一些訴求 請我們全教總幼兒會副主委 副主委 顏家成 顏老師 來提出我們的訴求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我是全教總幼兒會副主委顏家成 我幫各位算一下 如果有62個學生超收 那每個月1.7萬的學費 一整年下來 這個何佳仁總公司 他的獲利 他的總獲利是超過1000萬 這先給大家這個數字 那第二個部分 針對台北市的部分 他們台北市在前天的下午 開了記者會 那他們的新聞稿有說 加剩罰4萬5 加尾罰3萬 但是據我所了解 各位媒體朋友手上的新聞稿 就是說 違法項目 違法超收 幼兒會保平安保險 腸病毒停課沒退費 還有聘那個 沒有教保人員資格的老師上課 這個都是各罰6000到3萬的一個罰款 那光這些加起來 就超過10萬了 那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認為台北市處罰是太輕 那另外戶外交學超在 這是最基礎的 牽涉到幼兒人身安全的部分 這個也是沒有看到交易局有任何的處罰 那再來規避妨礙檢查 我們看到說 新聞裡面提到說 集合人員 交易局的集合人員 8點就在門口敲門要進去了 他們一直擋一直擋 擋到10點多才讓他們進去查 那進去查的時候 他們就把孩子藏在這個 那個違章建築的一個空間裡面 那我要跟各位報告一下 就是說在幼兒園裡面呢 它有一個立案標準 那這個立案標準 事先你要通過 通過這個縣市政府的審核 就是說你這個空間的建材是防火的 是有逃生出口的 一個教室要有兩個出口 那這個是合格的 可以設立成班級的一個空間 但是今天它用這樣的一個 長小孩的空間 那個場地絕對不會是防火的 而且它也沒有兩個逃生出口 這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不要談教學品質 連基本的幼兒的人身安全都做不到 這個是我們相當憤怒的一個地方 那再來就是說 在這裡面工作的老師 其實他們工作都是超時的 那有沒有 你既然查到了 有沒有勞動部勞檢單位 一並過來罰款 也沒有看到啊 所以叫台北市政府 我們覺得 這個是完全是一個 招金的一個狀態 就是說希望媒體朋友 今天就可以去問市長 問他說他到底 這個部分 他是不是要自己去好好的處理 那我們本會的一些訴求 第一點呢 我們要求公開資訊 現在呢 教育部只有把 這個 每一個孩子來讀幼兒園 你地方領到多少錢 二到四歲領到教寶券六千 然後大班免學費 然後若是家耳領 領這個全耳道六千 然後私用領這個一萬五的學費 然後若是家耳 低收入再領多少錢 開學的時候 教育部一定會要求 縣市政府提供這個資訊給家長 那我們現在具體訴求就是說 你在這張單張的 入學須知裡面 除了補助的補助的說明以外 你還要提供家長說 這個學校它有沒有合格 你要知道這個學校有沒有合格 你要上哪個網站查 你要去看什麼公告 都要交給家長 還有呢 家長要拿到他孩子的 學保的一個證明 那我們目前知道說 我們也檢舉過桃園市 桃園縣說 你們機查的結果沒有公開 那結果桃園縣就 桃園市就說 因為法規沒規定 為什麼我要公開 其他縣市也都沒規定啊 所以我們今天開這個記者會 我們真的很感謝 有三位委員願意來幫忙 就是說這個部分 可能牽涉到修法 或者是要馬上要求教育部說 開學就要給孩子 給家長這些資訊 就是說 除了補助的條件 還有這個幼兒園有沒有合格的資訊 還有這個小朋友有沒有 納入學保的這個資訊 要一併提供給家長 這是我們第一點的一個訴求 那第二個訴求就是說 像剛剛這個媽媽說的 他們其實不是崇尚美語 他們是想要找一間 離家比較近的幼兒園 比較平價 但是公佑都滿了 那台北市的公佑真的是很少 幾乎三成不到 那柯P想要設非營利 但是非營利的開展很難 第一個他要校地要放出來 那校地 國中小的校地都滿的 班級數都是滿的 根本不可能有空校地出來 對 那現在你如果不設公佑 未來這個狀況會越來越嚴重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說 政府要有擔當 把幼兒園當作是一個公共事業來做 那如果說你要講說 幼兒園他要賺錢 那我舉一個例子 香港的幼兒園全部都是私立幼兒園 但是香港有設私立幼兒園獲利最多10% 請問台灣有嗎 台灣經營好的幼兒園 私立幼兒園也有 但是台灣有針對私立幼兒園設這個規定嗎 沒有啊 就是放任市場競爭 愛賺多少錢就賺多少錢啊 所以今天才會爆發出這個事情 那這個可以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再來就是說 在教育部的補導計畫裡面有提到 如果呢 你是基礎評鑑沒通過的學校 你就要參加補導 參加基礎補導 好那我們現在看到了 這個學校它不但基礎評鑑沒通過 它是基材一大堆六七項全部都沒通過 這樣還達不到強迫他參加補導的一個資格嗎 但是很抱歉 教育部說我們的法沒有定 所以沒辦法要求他們參加補導 那參加補導就很簡單 就是會有這個專業的補導的那個那個學者 或者是老師進去告訴他說 你的私生比要多少 你的老師有沒有合格 你的教學要怎麼樣 每天要給孩子多少的這個課程 這個都有規定 那我們只能強迫基礎評鑑沒通過的學校參加補導 但是沒辦法強迫基礎沒通過的學校參加補導 這不可能是不合理的 這個也是以後要修法的一個方向 那麼現在這個幼兒園呢 他們都不回應 他們就是在等這個風聲過去了 他們就繼續做原來的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求說 特別是教育局他應該要派一個管理人 第三者進去管 然後也保障現在還在學校的學生的安全 因為現在超收了六十幾個學生 那附近的幼兒園也都滿的 那你要這些學生安置去哪裡 我覺得安置會有困難 因為就場地就是這麼大 他不可能再多收這些學生 那他怎麼樣保障還在這個園裡面的孩子的安全 我們覺得這個台北市政府要負最後的一個責任 要拍一個有據原長資格的管理人進去 協助他們慢慢步入正軌這樣子 那第五個修法 我們當然是要求說 要公告這個幼兒園他機查的結果 然後現在遇到一個最大的問題是 機查的人 他去這個幼兒園機查的時候 就會接到電話 那這個電話可能是 這個教育局背後的金主 也可能是 某些 某些議員這樣子 那他的意思可能是說 你怎麼來查他這樣子 那最後呢 機查人員就是行李如以進去繞一圈 他不會開任何門 只要小孩多好沒發出聲音 他就不會被找到 那這個狀況在各縣市都很普遍 不只台北市 坦白說 那這個部分 我們要求 就是像那個 那個遊說法一樣公開入法 如果說 集合的時候接到任何人的電話 不只明代 甚至有些金主 接到任何人的關切電話 一律都列在這個集合的記錄裡面 那這個也是要通過修法 也是要拜 拜託我們委員能夠繼續關切這件事情 那最後呢 最荒謬的一件事情 我要給各位看 今天被罰的幼兒園叫做 家維跟家聖 但是呢 我們看一下 你去看全部的連鎖幼兒園 他們都叫何家人幼兒園 他們全部的幼兒園都叫何家人幼兒園 招牌都叫何家人幼兒園 好 那麼呢 因為憑見有要求 你的招牌跟你的立案的證書要一樣 好 那這個幼兒園呢 他就在何家人幼兒園旁邊 另外掛一個牌子叫做 家聖家維幼兒園 這個各位你可以看 他們就是在躲避這個規查 那麼 家長也告訴我說 他們到今天才知道 他們賭的叫做 家聖家維幼兒園 那他們入學的時候呢 他們拿到了制服 拿到了書包 他們拿到制服拿到書包 通通叫做何家人幼兒園 他們拿到制服書包 甚至連他們拿到的教材 也全部都是 就是在這邊有寫 在這個房子的上面有寫 他們全部的教材 通通叫做何家人國際幼兒園 好 那麼今天呢 我們看到就是說 市政府針對這個幼兒園開法 單字罰 但是開法的是 家聖家維幼兒園 是負責的 那根據我們私下去了解呢 這個何家人 這個連鎖幼兒園 他們操作的模式是 他們看了一個場地很好 他們就問房東 那房東問他說 你要不要當幼兒園負責人啊 那房東說好 那他就當負責人 那麼背後的私資啊 管理啊 教材啊 設備啊 全部都是何家人負責提供 但是我們的法規 我們的幼照法 有針對連鎖幼兒園這部分 有任何約束嗎 沒有啊 那比如說 在公平教育法第21條裡面 當初修法的也是鬧得很大 但是社會都同意 就是呢 你幫一個藝人 一個藝人去幫一個受贈產品代言 這個受贈產品未來有毒 未來傷害身體 藝人被連帶罰錢 代言人連帶被罰錢 當時爭議很大 但是為了社會大眾的利益 最後是不是通過了 但是我們今天想問的是說 我們今天只罰了這個 立安幼兒園的負責人 但是背後這個提供 中加盟的幼兒園 這個招牌 現在台灣很多 有叫何家人的 有叫保禁集團的 有叫做吉德堡的 有叫芝麻街的 這些他們都不會被罰到錢 他們不會受任何處罰 但是呢 收了黑戶的小朋友 收了六十幾個小朋友 一年獲利上千萬 他這個利潤都是 總共是拿走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說 加盟的這個部分 應該是比照 這個公平交易法 二十一條這個精神 納入一個修法的考量 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主管單位 尤其正式發生的地點 是台北市市政府 它的管理的鬆散 以及對業者的處罰 太輕了 所以說這些不肖的業者 它有事不可 我個人平常講 從這個世界裡面 也更擔心 這個其實只是冰塞的一角 也應該合理的推測 其實在有很多這樣的案例 所以我們面對幼兒園的 招生的亂象 我們如何要維護 我們家長 尤其是我們國家未來 這些學童的權益 在上個會期 在立法院 我曾經針對幼兒教育 及照顧法 也就是所謂的幼造法 的修法 這個目的也就是希望 我們要減少市場化 跟商業化 提升幼兒教育 我想不管誰當總統 誰當市場 都朗朗上口 希望幼兒教育的公共化 可是平常講 進展的非常的慢 如同牛步 所以維護學童 跟家長的權益 這個是刻不容緩的 而且以此可以提升 我們幼教的品質 我想針對這個案例 這個案子 我們希望 謝謝 我們希望主管機關 平常就要加強管理 而針對 常常可能會犯的 這樣的幼兒教育機構 這樣的幼兒教育機構 或者他的加盟業者 針對各縣市 政府 他應該要廣設 這個公共 讓這些業者去公共化 我想最後 我們還是要呼籲 這些業者 必須得守法 政府 必須得 嚴厲的機場 嚴厲的懲罰 讓他做到他不敢 他不願意 當然最後我們非常 謝謝全教總 對這個事情 這不是小事 這個是一個 我們真的是大事 對這個事情的 權力的投入 我們共同來努力 好 謝謝費委員 對我們的勉勵 那接下來 我請王玉銘 王委員 謝謝我們全教總 張理事長 還有我們現場的家長 還有兩位委員 大家這麼關心幼兒的權益 我剛剛聽了家長 一開始說 這麼多孩子被關在密室 我覺得非常的心疼 也非常的心痛 大家可以想像 孩子在這麼緊急的狀況底下 被趕到一間密室裡面 孩子當時會是什麼樣的心情 而如果萬一出現了 什麼樣的意外事故 請問誰承擔得起 這是孩子非常重大的權益 然而幼兒園用這麼草率的方式 來規避主管機關的機場 竟然用這樣的方式 來規避主管機關的機場 這樣的行為 真的其實是嚴重違反兒童的利益 所以第一點我要指出來的 它不只是違反幼教法 它也同時違反了兒少法 所以台北市社會局也要介入 針對它把孩子這麼多人集中在密室的情況 已經讓孩子處於危險的情境 要依兒少法立刻開法 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覺得整體事件可以看得到 台北市教育局積查不立 執法不言 所以它讓這樣的情況 沒有辦法獲得改善 其實我們上網去查到的資料 這兩所幼兒園 它在評鑑結果 師生比的部分 表面上都是符合規定的 剛剛其實家長有講 那它今天你去評鑑了 然後你說師生比符合規定 但是實質卻超收了將近一倍的學生人數 我覺得台北市教育局太荒唐 那你的積查到底在積查什麼呢 如果你連實地到現場查看 你都看不出這家幼兒園 有這麼嚴重的超收的情況 我只能說這些執法人員是嚴重的失職 你的積查能力怎麼這麼的薄弱呢 所以這一件事情呢 我想台北市教育局要汪洋不勞 要求業者要限期改善 剛剛其實全教總提出來的 就是包括負責人應該要換人 讓有專業的人進來 繼續維護這些孩子的權益 這些部分教育局都應該要納入考量 而我建議教育部也應該要有專人來督導台北市教育局 要求他們要徹底的執法 在這段時間不應該造成家長的困擾 而是要想辦法去改善 維護這些學頭的權益 第三點我要講的是 剛剛其實家長提到 我們如果算一下 他違法超收了這個62名的高達這個62名的學生 每年的獲利 違法的獲利是高達1200萬 1200萬相較於他現在 這個台北市教育局給的罰金 大概兩個加起來是75000元 這樣子的一個比例 不到他違法獲利的0.6% 連1%都不到 那這樣子可以達到懲罰的效果嗎 所以我們在各項的法令裡面 包括像食安法 大家都對於這種違法 其實都是以加重處罰的方式來進行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現行的這個法令 的確是罰緩太低了 這個未來有修法的空間 我們可以看到在勞基法裡面 我們今天要吳了